這麼長 掉在脖子上 通常在門診的時候 我看到這樣的現象 我都會告訴父母說 他還是可以攜帶 可是這個平安符可以給他捲起來 然後扣在他的扣子上 讓他在扣子上面 或是綁在這個 他還是可以達到 長輩希望還是平安的一個目的 然後他的枕頭不可以太鬆軟 有時候很厚的墊子很鬆軟的枕頭墊 這很小的baby 他如果你在睡覺的時候 給他側臥還是怎樣 都有可能悶到他的口鼻 還有比較大的大型娃娃 當然這個娃娃對於真的 比較大的孩子來講還是小 可是如果這樣有一個嬰兒床 我們常常碰到就是那種大型的娃娃 就在那個床旁邊騎紙 那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小孩子這麼小 當然也不適合有這樣的一個比他還大的娃娃頭 跟別的人同睡 包括別的孩子跟父母同睡 那我們現在雖然是鼓勵母嬰同室 就是同室 可是不是同床 餵母奶的媽媽 她會抱著孩子吃吃吃完 她就應該要放回她自己的床上 那特別是我們特別是在授月子 在頭一兩個月 新生嬰兒的時候 餵母母的媽媽其實都相當的辛苦 她想要達成全母母餵 可是她又要再做別的事情 家人如果沒有分擋工作 她也非常的勞累 所以像這樣子的時候 媽媽很勞累 要在餵小孩子的時候 旁邊應該有親閒的家人 我以為她也會抱歉